今天就是有一些成果 对我们有七篇新的回应 然后有四个普通资讯跟 七个feedback 对就是七个人帮回应 按了七个就是评价 然后四个补充 然后十一则讯息刚好七加四等于十一 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也感谢今天 就是我们跟Alex聊了非常多 就是Covet的设定 然后我们的infrastructure 就是Covet的infrastructure 可以如何的更有韧性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常常会被DDoS攻击 然后就听到就是说 之前网路上面对阿博尔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哇那真的是就是一篇 就是值得非常非常 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警示的文章 那我们是思考一下怎么去处理 对那我们也有一些想法 对应该是可以试试看的 然后再来也感谢Belong112 就是帮我们修了一个网站的bug 然后刚才有对PR做了一些comment 好然后今天的话也感谢就是 就是在今天有回应的人 有Wincent 哭哭哭 然后这个怎么念 小岸跟Lin 对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比林亚来这边就是 跟大家介绍Dweb 我今年8月的时候啊去旧金山的北部 参加了Dweb的活动 Dweb就是decentralization web 就是去中心化的网路社群 所以根据很接近Cost Cup 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办一次年会 然后让很多人在这个场域当中去讨论跟交流 所以像我有被指定说希望可以讲一个网路自由的talk 就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founder有要求 就是说要讲一个网路自由 像这个是我画的黑白 它其实就是从全世界 就是大概找到20个人 是他们的fellowship的获奖人 然后像有一些是像帮乡下架网路 或者是在巴西用农业的方式解决当地农民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跟科技相关 然后跟公民利益相关的的专案 然后在他们就是把这些人说 我们会把你们找过来 你们可以住在我们的露营地里面 然后要当我们的志工 帮我们就是做所有的setup 整理搭扫 然后还有搭帐篷 所以我搭了很多帐篷 我现在是一个很会搭帐篷的人 很棒 我希望有很多技能 据我所知 其实Gweb明年Ratscon也会来台湾 然后其实很期待跟GNV的人见面 我所知道他们应该有在别的地方见到OCF 然后有在拜托其他人牵线 然后想要 可能会到时候也会来GNV社群拜访 然后 这个活动的话 我不确定明年还有没有 但我所知道可能2026还是有的 他一样就是对全部的人开放 然后他们也很希望有更多亚裔的人参加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 就是这是在美国就是旧金山 然后因为他是户外活动 所以不得不输他实在是有点白 那就是我觉得他们有想要就是很努力的往一个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很鼓励我觉得他们明年之后来台湾应该也还会再进行其他的宣传 就是很希望他们的社群也可以继续扩大 然后让让很多人去知道说可能去中心化 然后科技开发跟如何帮助其他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当然里面也还有像是艺术家 然后各地的公民科技的参与者 然后大家也都是很支持开放人师 或者开放资料的人会去参加的活动 然后其实是在旧金山的Internet Archive 会帮忙帮忙hold很多活动的细节 然后推荐给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可以